不管是倫敦鐵橋 还是老师说 老师说 请问有谁会玩呢 我 幼儿园孩子们跟大哥哥大姐姐玩的不亦乐乎 因为疫情的关系 老师跟孩子都很期待 那我们对于这样子就是跨校技 还有跨教育阶段别这样的学习交流 其实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那国中生的大哥哥大姐姐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看到 他之后长大之后 就可以跟台上的大哥跟大姐姐一样 变得这么厉害的人 也可以为比较幼小的小朋友来做服务 建德国中 霍海服务体验社与同军团前进建德幼儿园 不少学长姐回母校服务相当开心 建德幼儿园的校友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可以回来母校这边服务学习 我们户外教育其实很强调的是 有意义的学习 那我们这个学期除了带孩子 到我们基隆市各个海洋教育的景点 去进行户外教育以外 我们也希望学生能够做好分组合作学习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一个出队的活动 然后把他们集结在一起 让他们能够练习一下团康 能够进行一些服务学习的课程 课程多元有趣 不同年龄层的孩子 都有不同的体验与学习 我觉得那个很好玩 谢谢大哥哥和大姐姐 很好玩 超好玩的 谢谢哥哥姐姐 我最喜欢乒乓球 谢谢哥哥给我们玩 我最喜欢乔的游戏 我最喜欢桌球 为什么啊 因为我在家都打桌球 谢谢大哥跟大姐姐们 从服务中探索教育与学习 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朋友 都能终身受用 无限成长变得积极勇敢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一二三 耶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